在一望无际的荒漠中有一座机场 一天在天气晴朗万里无云的天气下 天边却远远传来了炸雷的声音 刹时间一个空袭机群超地空超音速杀到 机场的防空炮还来不及反应 这些战机就已经投下了减速反跑道炸弹 并伴随着爆炸扬长而去 这是一个发生在海湾战争时期真实的场景 而摧毁机场跑道的这些飞机则是来自联军 由英法义等国联合研制并使用的机场杀手 狂风战斗机 狂风战斗机也可以叫狂风战斗轰炸机 在它被设计并且被制造出来的那个时候 最主要的任务和视频开头一样 通过超低空略习对目标进行致命的攻击 只不过那个时候狂风丢下的并不是反跑道炸弹 而是空头核弹 但为什么会有如此奇怪的任务呢 1960年代 当美苏双方都拥有各自的空头核武器之后 战争的学说就进行了彻底的演变 这种恐怖的和平衡促使欧洲国家不得不转变思考方式 在之前 核打击是战略性的 只要蘑菇云腾空 交战双方就会开始互相毁灭 在和平衡达成之后 核打击也可以是战术性的 它可以用来摧毁关键交通枢纽 部队集结点 或者干脆对前线进行覆盖 这个时候 就迫使欧洲的作战方式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转变 从而适应新时代的核弹使用方式 所以 一种核弹作旗也就此被提出 理论上来说 这种核弹作旗 需要在贴地飞行的状态下 以绝对的速度来规避敌方地面防空火力 以保证核打击的可靠性 以及可预知性 但这样一想一定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比如 为了超音速飞行而设计的机体 在低速状态下堪称一块砖 尤其是在起降状态下 会造成很大的危险 对于核弹作旗来说 在起降时的危险 岂不是会让核弹抱在自己脑袋上 欧洲各国一看这个问题 傻眼了 原本还指望核弹作旗可以在欧洲内部 由各国独立开发 大家自己制造 自己维持机队运营 但现在怎样兼顾高低速性能 这个问题 让这家核弹作旗的设计难度 一下子拉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顶峰 这还能怎么办 那只有各国联合起来 有技术的出技术 有钱的出钱 不然等速军的核弹落在脑袋上 大家也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1969年3月26日 四个国家 英国 德国 意大利和荷兰 同意成立一家快国公司 即帕纳维亚飞机有限公司 以开发和制造一种多功能战斗机 该项目的目标是 生产一种能够执行战术打击 侦查 防空和海上任务的飞机 家底薄弱的荷兰 是最早推出项目的国家 当协议最终确定时 英国和西德各占工作量 42.5%的股份 其余15%归大利所有 在经过前期一系列会议之后 1970年5月 这个项目讨论出来了两种设计 即双座和单座设计 西德更喜欢单座的帕纳维亚100 英国皇家空军则喜欢双座的帕纳维亚200 整个项目可以被统称为帕纳维亚黑豹 但很显而易见的 在低空飞行 标志物并不是那么容易寻找 更何况 在寻找导航路线的同时 飞行员还要规避地方防空火力 以及选择武器和操作雷达 很显然 这种在驾驶层弹钢琴的飞行路程 更适合双座飞机 所以帕纳维亚黑豹最终只确定了一个型号 即英国皇家空军更青睐的双座型 好了 现在问题来了 设计师们到底是如何解决 需要同时兼顾超音速飞行性能 以及亚音速机动性的呢 1974年8月14日 一架神秘的飞机在德国慢兴腾空而起 飞行员保罗·米利特描述了他的经历 飞机的操控令人愉快 实际飞行进行得如此顺利 以至于我开始怀疑 这是否又是一次模拟 这架新的飞机就是从黑豹 更名而来的帕纳维亚狂风 狂风战斗机是一种双发双座 多用途战斗轰炸机 整架飞机基本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机身比较粗壮 横截面积大 增大了集体强度和结构容余 方便克服低空稠密空气带来的阻力 狂风机头位追形 其中安装有导航攻击双用多普勒雷达 可以在跟踪扫描目标的同时 依然对地形进行探测 并辅助飞行员规避 向后来到座舱 狂风的座舱为典型的双人座舱 前舱负责驾驶飞机并攻击 后座可以规划任务进行导航 或者作为雷达操作员使用 前舱后舱相通 基本处于同一高度 并且共用一个加上座舱盖 继续向后 机身中部被说大的义核结构战局 而这就是狂风用来解决 坚固超音速和低速飞行稳定的秘诀 即可变后略翼结构 这是在气动设计 尚不如今天如此先进的情况下 所能拿出来的最先进的解决方式 当飞机需要超音速飞行时 机翼向后延伸 后略较增大 飞机在唯一的结构下 气动结构近乎于一个超大的三翼角 非常利于减小飞行阻力 实现超音速飞行的稳定性 当需要低速飞行时 机翼就向前打开 后略较减小 就可以吃到更多的气流 增加低速稳定性 为了整套结构的可靠性 狂风的机体结构 在大部分使用铝合金的情况下 高受力的中央翼合和机翼转轴部位 都应用了高强度的钛合金 这套系统的可靠程度 由此可见一般 在机尾能看见两个硕大的喷口 其中是两台大推力发动机 型号为Turbo Union RB199 这台发动机是由劳斯莱斯主导 并且融合了MTO与爱里塔利亚 两家公司先进技术 导过出来的诚意之作 这是一种带有加力的三轴卧扇发动机 拥有1.2的旁通比 以RB199-34RMK103为例 每个干推力为43.8千钮 即9800磅 家里燃烧室打开后 特力为76.8千钮 即17300磅 两台这样的发动机 可以推动狂风战斗机 以最高2.2马和的速度飞行 这样的高速 非常考验野战防空系统 所使用的防空导弹的火控系统 因为对于如此高速的目标来说 拦截窗口是非常短的 只要错过一次 那携带着核弹的狂风 就可以直接让一个尸从地球上消失 这也是狂风的核心设计语言 在武器方面 狂风并不只可以携带核弹 作为一种多功能战斗机 狂风可以携带包括空对空 和空对地在内的一切武器弹药 当然作为一种欧洲通用的机型 可以携带的武器弹药 也随着国籍的改变而不禁相同 在狂风家族中 对空最出色的型号 是英国皇家空军使用的狂风ADV 这种机型的开发是基于RB199发动机的 省油性能作为灵感的 它和F15战斗机一样 并不作为狗斗机而使用 而是作为一种高制空时间的 长航程拦截机 也就是说 它只需要在外围对目标发射导弹即可 狂风ADV的机头 安装了一台马可尼费轮T的 A24猎狐者雷达 对中型空中目标的最大探测距离 是161公里 可以引导机腹半霉式悬挂的 四发天空闪光半主动雷达弹 对目标进行射击 并且意下挂架还可以携带 额外的四发AM-9响尾射导弹进行自卫 对地武器方面 狂风除了可以携带 多达四发B61空射核弹之外 还可以携带同样的精确制导武器 比如暴露者激光制导炸弹 或者硫磺式导弹 在俄乌战争中大放异彩的 风暴阴影导弹 也是在可选范围之内 此外 在核武器已经不是狂风的第一任务之后 狂风的可携带武器列表中 有多了一种 那就是GP-233或MWE弹药撒布器 以GP-233为例 这是一种英国使用的子母弹散布器 最初被称为低攻击场攻击系统 即LAAS 在狂风上 它可以携带一种加大号的GP-233 范围前后两个部分 后部装有30枚SG-357 跑道弹坑子弹药 而前部则装有215枚HB-876 杀伤人员地雷 SG-357重26公斤 是一种两极弹药 更长直径更小的前部 由一个圆柱形高爆弹头组成 中心有一个孔 较短直径较大的后部装有聚能装药 在撞击时 引信会先引爆后部的聚能装药 射流会打穿机场的混凝土跑道 随后 前端的高爆炸药会被引爆 随着金属射流向下 炸进混凝土下方的头层中 最终 会在机场跑道上形成一个 和陨石坑一样的大洞 严重阻碍弓兵进行修复 随后HP-876会落到地面 这是一种具有自断战斗部的人员杀伤地雷 它拥有一个冠状钢条战斗部 可以被触碰或者定时触发 在爆炸时 会稳定的在一个半球的杀伤界上 均匀散步破片 并且它还可以防止被装甲推土机拆除 在被推土机推动时 这种弹药会因为被缠起 反而导向推土机的方向 此时近距离爆炸的自断战斗部 可以轻松击穿推土铲或者其他部件 对排列工作造成严重干扰 而这件武器就是狂风在冷战末期 不再需要核武器的年代中 最大的大杀器 对于一个野战机场来说 仅需要两架狂风 就可以对其进行有效瘫痪 一架沿着跑道进行洒步反跑道弹药 另外一架则是瘫痪化行道 即使对于永久的混凝土机场 一个四级编队的狂风 就可以轻松将其起降能力 瘫痪2-4个小时 而如果后续跟进 携带有精确制导炸弹的狂风 对塔台 油库 机宝等目标 进行精确打击 那么这个机场将会在一天内 无法进行任何运作 当然 这一切都是理论数据 光说不电假把是 作为冷战末期 对机场的杀手锏 狂风真的有能力 对机场进行瘫痪吗 1991年 随着萨达姆悍然入侵科威特 海湾战争爆发 这场战争可谓是 冷战技术的极大成者 很多在冷战时期 设想的战术战法 最终都被联军用在了 萨达姆头上 狂风也不例外 海湾战争中 联军中的狂风 承担战斗最多的是 英国皇家空军的战机 为了对伊拉克军队 进行有利的对地攻击 皇家空军在 巴林赫哈拉格空军基地 沙特阿拉伯塔布克 和达兰空军基地 共部署了 大约60架狂风 G-1战斗轰炸机 同时 出于空中掩护的考虑 皇家空军同时部署的 狂风ADV 这些携带有八发导弹的战斗机 可以对狂风机群 进行空中掩护 避免被萨达姆的空军击落 也可以避免狂风J-1 凭借着速度 在低空把护航飞机 甩掉的尴尬 在典型的攻击行动中 狂风会携带G-233 以及1000磅炸弹 对机场进行超低空突袭 G-233会在第一次入场时投放 子弹药会对跑道 进行毁灭性打击 随后 1000磅炸弹会进行第二次攻击 毁灭一切暴露的目标 虽然这一切设计的很好 但是狂风还是不可避免的 受到了损失 原因无它 狂风是一种冷战高峰期设计的飞机 而在1991年代 航空攻击和防空武器 早已天差地别 在整场战争期间 英国皇家空军损失了6架狂风 1991年1月17日 第一架狂风在低空轰战失败后 被伊拉克SA-16导弹击落 1月19日 在对塔利尔空军基地的一次突袭中 第二架狂风 被一枚短程地对空导弹击落 2月14日 第三架狂风被雷达制导的 地对空导弹击落 此外 还有一些尚不明确的战损 据说 由加里 伦诺克斯和安德里安 维克斯 驾驶的ZA-467号狂风 于1月19日 被贾米尔塞胡德驾驶的 伊拉克米格29战斗机 使用的R-60导弹击落 然而据记载 这架飞机于1月22日 在鲁特拜附近执行任务时坠毁 总的来说 低空图防 已经是一种对狂风来说 极为危险的任务 在平坦的沙漠地带 狂风并没有能力 来对抗防空雷达的照射 这就导致敌人可以早早发现它们 并且对此做出准备 由于狂风在投掷GP-233时 最终攻击路径必须在炮道上空 此时的狂风 不仅会被防空导弹威胁 就连高炮都有可能 把它们直接打下来 并且在投掷完GP-233后 拉起进行第二次攻击时 损失太多能量的狂风 有可能在投掷1000磅航弹时 因为躲避不及 被残损的防空系统直接击落 尽管有这样的战损 狂风的战绩依然是傲人的 在海湾战争中 狂风一共摧毁了 伊拉克的100多个机场 将异军的飞机按在地面 有力地保障了 整个山漠风暴行动的实施 但也因为战损的存在 在海湾战争初期结束之后 所有的狂风都不再执行贴地轰炸任务 而是转为中等高度 通过精准制导武器 对敌人的弹药库和炼油厂进行打击 经此改变 狂风不再有战损出现 而这也意味着 这种战机在1991年 就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了 尽管在1991年 狂风的概念就已经落后于时代 但值得注意的是 狂风结实的集体结构 依然是一种极佳的武器投放平台 所以在目前为止 它依然是德国 意大利 沙特等国空军中 重要的对地打击机型 虽然在一些计划中 F35被选中作为狂风的替代 但在不远的未来 我们很有可能看见 狂风和闪电起飞的景象 最后 今年也是狂风成功试飞的50周年 50年前的1974年8月14日 一架飞机一腾空而起 在蓝天上写下了属于自己的航迹 50年后的今天 它依然在服役 并且仍将服役下去 虽然在战争中 它经历了一定的战损 但战绩也证明了 这何尝不是一种传奇的战机呢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欢迎在评论区一起讨论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视频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